一旦做了选择 就不会回头 巴菲特曾经说过 投资比你想象的要简单 但也比它看上去要难 时至今日 已经不用去揣测巴菲特减持的动机了 因为其继续减持比亚迪或者清仓都在情理之中 11月22日 根据港交所数据显示 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萨维 11月17日 继续减持322.55万股比亚迪股份 减持的平均价格为195.42港元 此次套现约6.3亿港元 减持完成之后 伯克希尔持有比亚迪股份 从16.28%降至15.99% 根据港交所规则 减持数量每到一个整数关口就需要进行披露 因此下次巴菲特披露时 所持比亚迪股份就会降到14% 据悉 这是自8月巴菲特首次减持比亚迪之后 这已经是第5次减持比亚迪股份了 累计减持约102.68亿港元 当下比亚迪股份股价走势相对比较平稳 巴菲特的减持也相对比较温和 对比亚迪股价也没有造成很大冲击 另外 比亚迪自身除了交付数据不断在提升 其也已于日前发布了高端车型仰望 在布局中低端车型之后冲击高端 这也证明了比亚迪的实力 因此 比亚迪自身的强大也能抵消巴菲特减持带来的影响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巴菲特的减持行为还将继续 按照巴菲特目前的减持速度 其可能大概到明年中旬才能减持完毕 实际上 对于巴菲特的减持行为 也不必过分解读 因为科技股一直都不是巴菲特的偏爱 截至目前 伯克希尔持仓前十大公司当中 纯科技类的公司 只有苹果和刚刚建仓的台积电 是于买入苹果 并将其作为伯克希尔第一大重仓股 起初的逻辑也是消费股的逻辑 因此 从这个角度而言 巴菲特减持比亚迪也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 2022年似乎成为了巴菲特持仓变化的窗口期 今年以来 伯克希尔放弃了坚持五六年的保守策略 开始变得激进 加码传统能源 也成了伯克希尔的一项标配动作 不仅如此 巴菲特在全球其他区域的腾挪也在加速 根据日本官方信息披露平台数据显示 11月下旬 伯克希尔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大举加仓了日本市场的五只股票 包括伊藤中商市 完红 三菱商市 三井物产和住友商市 增持比例都超过了1% 本次增持完成之后 伯克希尔对于持有这五家公司的股权比例 均在6.21%至6.75%之间 根据资料显示 实际上从2020年开始 巴菲特就已经买入了这几家公司 而购入的资金 大多也都是从日本市场发债而来的 近年 由于日本市场低利率的环境 因此不少公司都来日本进行发债 而巴菲特也不例外 事实证明 巴菲特的投资能力确实比较优秀 这五只股票不仅跑赢了日经指数 也为巴菲特创造了大量的收益 更为重要的是 希尔自身的资金 综合而言 目前由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日益复杂 巴菲特已经开始重新进行仓位调整了 虽然过去四五年里 其第一大持仓股 苹果多次拯救伯克希尔于水火之中 但是今年伯克希尔最大的投资亏损 也是来自于苹果的股价下跌 因此未来巴菲特大概率可能会降低 对于苹果的依赖 并且调高伯克希尔持有其他公司的比重 但幅度应该不会特别大 由此推断 巴菲特未来一两年内 伯克希尔的调仓动作应该不会减少 增持能源股依旧是主要的方向 加仓台积电的可能性也会非常之大 11月14日 股神巴菲特的持股平台伯克希尔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13法拉季度报告 报告显示 三季度伯克希尔花费90亿美元 买入新天代工巨头台积电606万股 持仓市值41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近290亿元 占总仓位比例为1.39% 首次进入巴菲特十大持股 当晚台积电股价上涨超过10% 股神这次出手可谓石破天惊 10年前买电脑IBM 7年前买手机苹果 现在又买新天代工厂 巴菲特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指头资可口可乐 麦当劳 迪士尼 卡夫亨式的消费股神 而是成为科技股神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手机消费下滑 叠加经济周期调整 台积电2022年股价从顶峰下跌近60% 市值蒸发了4400亿美元 约3万亿人民币 等于跌没一个腾讯 为什么巴菲特在这个时候出手 是巴菲特老了 还是时代变了 我和大家分享过巴菲特在选择投资企业的一套独特护城河理论 护城河一 无形资产 包括品牌 专利 法定许可证 护城河二 转换成本 护城河三 网络效应 护城河四 成本优势 我仔细研究过台积电 发现它的护城河体现在 无形资产的专利和成本优势 台积电在半导体代工领域是当之无愧的龙头 占到全球60%的市场份额 特别是在先进制程上 5纳米市占率在90%左右 3纳米预计在80%到90% 行业内无敌手 巴菲特的护城河 强调的是具有行业垄断地位 收益率高 台积电近年净资产收益大约20 是巴菲特的选股标准 同时也具有稳定经营史 财务稳健 台积电虽然都符合上述标准 但也有不理想的方面 我们都知道传统制造业的微效曲线理论 代工厂是处于微效曲线最底部的加工生产环节 是最没有技术含量 也是利润率最低的环节 但是 台积电打破了微效曲线理论 把制造加工做成了产业链上 技术含量最高 毛利率最高的一环 芯片代工产业有别于富士康代工企业 属于技术密集型加资金密集型产业 一个晶圆厂的投资百亿美元 光是一台最先进的集子外线光刻机 就值1.5亿美元 芯片代工企业拼的就是谁的产量大 企业设备折就快 设备的更新换代速度越快 生产技术就越先进 所以 台积电需要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和不断更新设备 这也是股神以往不待见科技公司的原因 一旦技术迭代 龙头就会一主 像原来PC芯片龙头英特尔就被高通在手机时代赶下了神坛 当然 台积电也修建了自己更重要的护城河 转化成本 因为芯片代工企业向不同的设计公司开放技术接口 头部代工企业的技术接口就几乎成为是时尚的行业标准 锁定了客户 也占据了主导权 比如台积电推出了开放创新平台 帮助苹果等设计公司更好地进行芯片设计 除了以上护城河原因外 我觉得巴菲特看上这个芯片行业代工的富士康 还有两个原因 第一 接班人的影响 自2016年 巴菲特接班人逐渐尚未 投资风格出现转变 体现在投资苹果上 目前持有苹果公司总市值达到了1236亿美元 占伯克希尔比例高达41.89% 是第一大重仓公司 特别是在苹果推出M1 M2芯片后 软硬一体的生态形成了强大的护城河 碾压同行 台积电专门给苹果代工芯片 各方面财务数据都不错 自然得到了股神的青睐 一个企业的转型 往往来自接班人的变化 美的从创始人和想见手中 传递给职业经理人方红波 拉开了从传统制造业到数字化 产业上下有整合发展的道路 巴菲特的消费股神转型为科技股神 也正是来自接班人的变化 在2022年股东会上 接班人正式上台 只不过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两位接班人的投资风格 已经体现在了伯克希尔公司持股变化中 从最近几年看 巴菲特交班非常成功 第二 台积电在美国设厂 更加绑定了苹果等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这两点是巴菲特选择台积电的理由 那么 按照这个逻辑去分析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抄股神三季度作业 相反 我觉得要冷静看看 当一个大机构买入的时候 必然有机构大手笔卖出 在三季度巴菲特买入台积电同时 索罗斯 新加坡主权基金 但马西等机构投资者 均大幅减持台积电 为什么大机构有如此大的分歧 因为 再好的行业都会出现行业周期 在美国持续大幅度加息给通胀降温 加上手机消费下滑 物联网新电需求不达预期的情况下 比起前两年的火爆 新电半导体企业出现了明显的高库存周期 根据SIA数据2022QR 全球半导体库存天数 约为108天左右 仅次于2015年高峰 是20年以来的高点 那新能源汽车最近几年的需求旺盛 会不会拉动新电产业呢 正如中芯国际董事长高永岗博士分析 汽车行业所用的芯片 在代工行业里占比较少 靠这个增量去支撑行业的扩产规模 是做不到的 下一轮的复苏要看大宗商体 比如手机需求的复苏 手机占到代工差不多一半 没有其他行业可以补充手机行业需求的下降 新的应用向储能 应变器从无到有是一个新的增量 这类芯片对质量要求更高 需要花很多时间跟终端用户合作 满足市场需求 产能的过剩 自然也导致营收和股价下滑 一些机构见识不妙就撤退了 但巴菲特就是雪中送碳逆周期投资 我上次分享过TCL在液晶面板产业逆周期扩张的案例 每个产业都是有周期的 汇经力 价格上涨产能扩张价格下跌 产能收缩的产业循环 芯片代工企业需要百亿美元投资 重资产产业更是如此 只有在每次下行周期时候出手 否则不敢去投资下一代产线 就会错失未来 京东方TCL经过多次逆周期投资 已经逐渐从寒日手中争取液晶面板的话语权 同样 面对这轮经济周期调整和股市调整 也是有着战略眼光投资者的机会 黑石投资公司创始人苏世民说 任何投资的成功与否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经济周期的节点 只有你敢于出手 才能赢得美好的未来 很多企业家和投资者大脑中都是那句顺势者昌 逆势者亡 二十多年前 我也是这句话的信徒 巴菲特和多位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之后 我才发现 逆周期投资才是至胜之道 当然 这种逆周期投资的能力和魄力 都需要进一步学习 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在一场演讲中 分享了他五十多年来的学习经历 管理者的最大责任 是把外面的世界带到企业里 这是企业经营者唯一的责任 并且没人可以取代 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巴菲特从消费到科技产业的转型 张忠谋把外面的世界带到企业的这种学习精神 同样能帮助到我们逆周期成长的朋友